我们今天就来到巴当波萨这个甘邦马拉优 这里是一个白衣区女士 她们家境很平常 然后之前她们家已经被那个白衣侵蚀的很严重 有一天大风大雨的时候整个屋顶就被吹掉 然后因为她们就帮忙这个徐女士重建这个她的家园 这是徐女士的新家 你们可以进去参观一下 好吧 这位就是徐女士 哈啰徐女士 想问你如果她们感想呢 很高兴 很高兴 有这么多爱心 我只跟她老婆 比我忙着就是你一大便 早晨的时候都不帮她们 打屁股去心 当我那时外国本人都就乱起一般爱心的 舒服吗 舒服很高兴 这边都很够税了 够税了 这个是等她老婆如果有不照 就给她老婆来收入 哦 你就放什么都放得好 OK 凡凡是建的时候那储机是说有人送给你啊 这个啊 嗯 好 好像是那个objector 哦 他们的aliment 哦 contractor 他们送了 有一个contractor 那这个就是很会送的 她看见我没有定乎啊 不能有东西 我刚才有一个 有一个生意的啊 算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看到他们 他们住在里面开心 我们其实也开心 那么 这个 项目呢 一开始 本来我们是想要 只是来帮忙 装修一下 修理一下 可是当我们来到 店长看的时候 他们给回去 公司给我的报告是 这个家真的是 太 太不能美 太旧 太 太破了 完全没有办法再修理了 所以我们要 重新开始建过一间 而且当时 问题是 它有很多白蚁 是白蚁的问题 所以这一次 我们建的这一间 是完全没有木了 所以你看这次 我们已经完全 跟白蚁个了 所以 不会有白光 光华寺 一路来都是 有很多 我们的 好好吃啊 我们的 其实 都在帮大家 无论 怕大小小 只要我们 帮你 能够 索机的 那么 有 像IJM这样的公司 可以自行帮助的 我们 很多北京英雄 在 后幕 帮助了阿里 很多的 其实还有很多人 不只是 我们 我们只是出一个面 把阿里的问题 带上 MG5 YAY